2011年录第一期节目之后 从第二年开始就不断的有书商找我要出书 但到目前为止我一本书也没有出 如果真的我这么做 其结果很有可能就是你手中的那本册子 每一段话没有上下的语境 只能片面的解读 那我就真不知道 我到底是做了好事还是做了坏事 都知道图雷老师在参加这个节目中 说出了不少经典语句 让人直呼太扎心又很真实 还有网友特意给图雷起了个外号 毒蛇图雷 虽然如此 但他对婚姻和爱情的理解 却又让人不得不深思 他不偏袒任何一个人 每次都是就事论事 网络上流传着关于他说出的语录 相信每个人看了都会有一丝感悟 也正是图雷的这些经典语录 让不少年轻的小伙子大姑娘引用效仿 与此同时 书商也看到了这个赚钱的机会 找图雷出书 但结果都被图雷婉拒 然而 他婉拒的理由 正如今天这对情侣所发生的事情 让图老师不知道 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爱情导师 到底是帮助别人 还是害了别人 那么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事情的起因 还要从一本葵花宝典说起 他总把各位导师说过的话 当做自己的爱情宝典 我们俩在一起也实在太累了 他每件事情都在爱宝里面找原型 我是写挺多的 但我觉得这里面的话 对我们爱情都会有帮助的 是为我们好呀 那是那个宝典吗 看一下啊 男生小庞23岁 女生小童25岁 正如刚才所看到的那一幕 小童是一位爱宝的忠实铁粉 特别对图老师说过的 语录情有独钟 还特意把图老师说过的话 编辑成了一本葵花宝典 可以说小童在爱宝当中 学会了不少武功 与此同时 小童把学会的这些本领 都用到了男友身上 这让男友小庞不堪折磨 所以才来到节目组请求帮助 那么两人之间 究竟有着什么样的爱情故事 结局又会是什么样呢 刚上台 主持人就迫不及待的 让大家见识了一下 小童的爱情语录 女人是一天的公主 十天的皇后 和一辈子的操劳 这图老这个话你认吧 这是网上的话 我以认 这姑娘在里面有一个阔弧 所以要尽可能的去当公主 小童把图老师说过的话 都记录在这个小本本中 其中的每一句 都是用心标注和学习 与此同时 也都运用在了现实当中 然而主持人所说的这句 也只是这本 葵花宝典里的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爱情语录 铭刻在这个小本子当中 我们总是爱得很迫切 爱得很自信 但总是爱得很错误 这段你是怎么运用的 就是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 各方面我都替他想 但是有的时候 我这么用心 却得不到他的肯定和理解 这不仅是对我精神上的折磨 你知道吗 主持人呢 还是对我肉体上的折磨 小童认为这么做是 对这段感情的良苦用心 但男友小庞 却觉得这就是一种身心上的折磨 那么小庞到底经历了什么 能让他这般委屈呢 他说我不够尽重 让我在网上看到吃鸡蛋 可以增加人体重 列亚林喝牛奶 可以快速长低肉 当天就给我买了一篮子的鸡蛋 是早上吃中午吃 晚上还得吃 列亚林就设定了时间表 到了时间就必须得锻炼 我从小就不喝牛奶 一喝就吐 不管男友愿不愿意 小童都会以命令的方式 让小庞做一些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可想而知 这不但没让男友感受到温暖 反倒感觉厌烦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小童这般对待男友呢 我在节目中看过 人家说善良的女人 都管住男人的胃 那我让你吃鸡蛋喝牛奶 那不都是营养的东西吗 那我在节目中还看过 让吃苦瓜吃一个多月的呢 那牛奶不比苦瓜好多了 原因正是因为 小童看了节目中别人的故事 然后再运用到男友身上 这也证实了 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 无时无刻都在想着 爱宝里面的情节 以此来折磨男友 与此同时 涂老师在小童的心里 别为重要 那本葵花宝典里的爱情语录 几乎都是涂雷说过的话 这还有呢 人的一生 信任大概只有一次 涂雷 这你是怎么理解的 怎么做的呀 就我看节目有挺多 男生就欺骗女生的 然后女生就挺伤心的 总而言之 小童对这个节目 那是情有独钟 不然也不会因为 看节目写出了一本葵花宝典 最主要的是 男友不能接受啊 谈个恋爱无意中 就成了女友的 实验小白鼠 真的是被折磨得苦不堪言 有一次 主持人 我带着他和我几个同事 去游乐场玩 就玩那个过山车呀 下来以后 我的一个女同事 有点恶心呢 我就跟他买了一瓶矿泥水 哎呀 我女朋友可倒好 看到这一幕就受不了了 过来强拽着我呀 连坐三遍过山车呀 下来以后 就想吐啊 不用多说 这一幕也是小童 从节目中借鉴过来的 原因就是看到 爱宝里面 有些男生和女同事 发生了一点摩擦 然后就移情别恋了 也正是因此 小童对男友 那是一百个不放心 每次给男友打电话 都往公司做集打 怕的就是男友 不上班搞别的事 直到有一天 小庞外出接待客户 女友的电话 再次打到男友坐机中 这次是一个女同事接的 小童二话不说 上来就问了一个 让人哭笑不得的问题 我不在 我们单位同事 有接的电话 你倒好 上来就问人家 你是不是上时 坐过山车员恶心的女孩子 前面还挺凶的 语气跟人说话 后面就还留人家微信 你同事 我为什么不能留人家 那关键你还 你还交了我单位 所有的同事的微信呢 不但如此 小童为了看管男友 还特意建了一个群 一有时间就在群里查岗 搞得男友在单位里 颜面尽失 所有同事都嘲笑他 怎么找了一个这样的女友 而更可笑的是 小童就连做梦都能细以为真 哎呦 我之前做过一个梦啊 梦见就你跟他走了 所以我觉得女生的急流感挺灵的 我在节目中也看过挺多的 男生和女生出对象 就女生就一点都不在乎 然后男生就出轨了 然后女生这时候又哭又闹 根本就没有用 那我这不是防患于未然吗 主持人你说对不对 防患于未然没错 但总不能把所有事情都相提并论吧 人和人之间有差异 是与世之间也有不同之处 如果把所有事情都一概而论 用同样的方法去对待不同的事物 那么这就不叫防患于未然 而是无理取闹了 所以说男友小童 也是被女友的葵花宝典折磨得不轻 见女友这般无理取闹 当场就给她来了个下马位 我也听过爱宝里说过一句话呀 没有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人生的艺术在于放弃 放弃就是为了更好的拥有 是啊 如果真的再这样继续下去 我估计男生真就要放弃了 所以说嘛 一个问题的表述方式 被小童用在了不同之处 完全曲解了这个节目的意义 扭曲了老师们所讲的话 这样不但伤害了别人 也迷惑了自我 那么小童到底错在哪 又应该怎么纠正呢 接下来图老师给出了答案 2011年录第一期节目之后 从第二年开始 就不断的有书商找我要出书 但到目前为止 我一本书也没有出 如果真的我这么做 其结果很有可能就是 你手中的那本册子 每一段话 没有上下的语境 只能片面的解读 那我就真不知道 我到底是做了好事 还是做了坏事 图老师在节目中的每段话 都是以案例来就事论事 每句话都是对应整件事而说的 如果非要把图老师的话 单独拿出来告诫别人 那么结果很有可能 就像面前的这位女生 拿着自己抄写的葵花宝典 去伤害一个无辜的人 这不仅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 也让图老师感觉到了迷茫 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做了好事 还是做了坏事 但无论怎么样 这样的黑锅 图老师是肯定不会背的 此时的图磊 为了让女生明白其中的道理 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所以你不要把我们的话 拿出来宅超去教训别人 你自己都不能够理解 只是有挺多话 我觉得挺对的 有些话挺对的 他要放在不同的案例当中去说 其实说句实在话 我也是挺任性的 我每次在这儿 一愤贴膺也好 或者是伤心也罢 或者是愤然离开也好 别的我不敢多说 我能保证的就是 我每次在这个位置上 在镜头前的每一个表情 每一个动作 我都完完全全是发自肺腑的真心 这一点我可以做到 但是请你们 在听我们的话的时候 也不要主观地去想 你可以客观地去采纳 这语言 你一定要通过整个案例 来看 来分析 是啊 图老师在每一期节目中 都以诚恳的态度 去面对 发自肺腑地讲出自己的 所思所想 从来不昧着良心说话 即便是得罪人 也要把道理讲出来 不得不说 图老师的工作态度 真是让人敬佩 而今天这位女嘉宾 虽然是图蕾的忠实粉丝 但她完全曲解了其中的含义 在不知不觉中 把锅甩给图老师 这确实有点让人尴尬 不过这对情侣的事情 终究还是要解决的 既然老师的话 该说的也都说了 那么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最终男生选择了原谅 女生也知道了错误 最后希望他们俩能够回到现实 过自己的生活 走自己的路 不要把别人的感情之路 强加到自己身上 因为幸福是你们自己创造的 何必效仿别人呢 好了 视频看到这也该结束了 关于这件事 屏幕前的你 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期再见